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好 我们今天要给观众朋友 大家来听故事开智慧 是 其实今天的两位来宾 其实他们一生都为家人一直在付出 真的 我们觉得他们很辛苦 但是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一定就是 欢迎做感兴趣 对 但是我们也让观众朋友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我们也来开智慧 如果是我 我是要如何 你一定是做不到 好 来 来 欢迎我们命运老师 来 欢迎维安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黄幽甫老师 好 来 好 接下来欢迎许瑞光老师 好 来 欢迎 首先我们来欢迎朱霖弟姐姐 弟弟姐姐 来 好 好 来 接下来欢迎林梦梅姐姐 梦梅姐姐好 梦梅姐姐好 小孩子能生到两位像这样子的女生 真的放心 真的 他们都当女生好像很可怜 也不会啦 也还好啦 只是有一点辛苦啦 对啦 有点辛苦啦 来 听听两位姐姐的故事 来 梦梅姐 所以你的身世比一般人曲折 因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而且有两个妈妈 妈妈排第二号 是啊 是啊 小妈妈生什么吗 妈妈是小孩 从你懂事 就是家里有两个妈妈 只是一个大妈一个小妈这样子 大妈妈生几个小孩 她有 我有四个哥哥 大妈都生儿子 没有半个女儿 所以她超喜欢女儿 超希望我妈能生女儿 是大妈希望你妈生女儿 还是爸爸希望你妈生女儿 都有 两个都一样 小生也很疼你 非常疼啊 大妈很疼我们姐妹啊 都很疼啊 那情况又不一样了 是 那小时候真的是 没有被欺负也没有被虐待 就是家里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那么大一个家庭 对啊 那爸爸做什么 爸爸要养多少几口人 哇 前面三个哥哥 四个 四个哥哥 然后这边妈妈跟你跟美兆姐 三个 我总共是这样子 我妈妈 我们这个同一个爸爸 就是他做小孩的时候 妈妈生了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本来 你妈妈生五个就对了 本来生五个 后来就先不谈 对 那就是有四个女儿 就是因为我爸跟大妈都很喜欢女儿 就一直求菩萨要生女儿 结果我妈生到生气了 非常生气 那问题是你爸爸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薪水有多少钱 可以养十几口人吃饭 真的 太厉害了 大家都板斗 没有 因为其实我妈比我哥哥 最小的哥哥好像是才同年营 所以我妈妈嫁给我爸爸的时候 就哥哥都已经差不多可以 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对 爸爸呢 他的工作其实是 我们有一家小小的一个钟表店 以前在修钟表 那有因为是赛一家生的 会有受过什么委屈吗 或者别人说什么话 唯一觉得比较让我印象深刻 也感到丢脸的是 就是我小学换了三次姓 为什么 姓 姓 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就是妈妈是生姨 那妈妈是生姨 那就跟生父姓啊 对啊 没有 那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是 没有姓我爸爸的姓 没有跟生父姓 对 就姓我妈妈的姓 我不知道 就姓妈妈的姓 我妈姓黄 所以我们本来 我跟美照 还有我的所有弟弟妹妹 我们都姓黄 姓黄 那是一直到好像是我弟弟 还是美照要进入学校的时候 我妈抗议说 人家好像是我回去抗议什么 我不记得了 就说同学都笑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爸爸的姓 为什么姓妈妈的姓 所以我妈就不许 我妈说那一定要改成 我生父的姓 所以我们就改了一次姓刘 我爸姓刘 后来爸爸就 他是有生病啦 其实我爸他那时候的病 现在也许可以医好 可是那时候是一个绝症 他是肺结核 那后来改了一次姓 对 然后后来 所以在爸爸过世之后 妈妈又在改嫁 是 没办法 因为一定为了生存 就找到一个媒婆帮她介绍了一个 就是我的继父 那就 那就好了 有个依靠了 可是为什么有一个继父敢娶你妈妈 你妈有五个小孩 这样子她当一个 这个真的胆子很大 而且也很愿意为我们小孩牺牲 我不知道以前他们大人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知道妈妈就在结婚了 所以在小学我又改了一次姓 那妈妈也很聪明 她只带我跟美照姓她的姓 然后我另外有一个妹妹送人了 就我爸爸还没往生前 我们家已经陷入非常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 那个最小的妹妹送人了 然后家里变成四个嘛 然后我弟弟 我妈说儿子绝对不可以信别人的信 所以弟弟就我哥哥照顾 然后我二妹因为从小我大妈没儿子没女儿 她很喜欢女儿 所以她就从小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很疼的 她特别疼爱我二妹 所以那时候我妈就说好 那就我二妹跟弟弟就跟着我二哥住 因为二哥在照顾我大妈 所以就跟着我二哥住 所以他们两个就没有改姓 好不容易妈妈又再找到这个继父 那我想你们家庭有得到改善 或者是说其实并没有预期中这么好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其实我继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他不是什么大生意人不是 但是他是市场 他也会卖猪肉也会卖鱼 就是做个小生意其实是很不错 而且他也很疼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 只是说我不晓得可能台湾人 可能有这个 他是那个作成的人 可能菜池那种 他就不想贏贼 不想贏贼 然后就是 那个人就外面他也很会 就是喝酒啊 或者是尤其是他很爱躲 糟糕 所以她还经常把她自己 要做生意的小小本钱都赌光了 那就没有钱做生意 那全家怎么办 但是妈妈带着 你们两个小偷偷拼 想说找一个依靠 这下子没得靠了 是 然后又生了两个妹妹 所以我妈总共生了七个 好辛苦的妈妈 实在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就你跟美照 姐就从小就登台 在念小学的时候 除了暑假寒假去跑男孩室以外 我都会唱很多人 人家说叫露台嫂 就是那种买油团好不好 就在庭口或者是市场里面 流动的 流动的那种卖艺团 我会跟人家出去 不管刮风下雨 我一书包放下 一下课回家就是跟人家出去 莫美姐 你说那个露台嫂 那个唱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听听看吗 就是唱大概都是一些民谣 或者是以前流行的一些 你书包一放 什么歌你就是站上去 你就自然会把它唱出来 没有 你还是要学几首歌 你也拿手 来 我们来听听看 那个什么 既然没看守顶的 青红队面吹 十七百血月出家 想到少年纪 旺春风 高兰表弟面罵白 谁咬人做地 想不问你也会失去 心来拖起飞 类似这种歌曲 有味道 好聽耶 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 因為我為了要 經常都去找廟會有的沒有的 我分會了功課 我也沒有去補習 所以我沒有考上 那時候初中要考的 我沒有考上 他就幫我找了一個 刺繡的工作 繡工燈 繡八仙菜 我就去學 我學了好幾個月 我繡得很好喔 是繡到你去學一技之長 也是打工 他就讓我去學 就當女工這樣子 然後薪水大概也不多啦 反正就是媽媽處理的 我也不懂 但是我覺得 這不是我的興趣 我越繡就覺得 我繡得很好 沒錯 可是整天在那裡繡好 大概十個鐘頭都有這樣 那每天這樣 光是刺繡我覺得 好像不是我喜歡的 結果我就時常會翻報紙 我就看到有人要針歌手 然後我就跑去 我就真的跑去自己去應徵 我被安排到最後我被安排 本來剛開始也不知道 我們那麼小朋友要唱什麼 結果被安排到最後 我跟另外一個小朋友 大我兩歲 那個他個子比我矮 結果我們唱兩柱 那時候兩柱很紅嘛 我們就唱十八相送 對唱的 對 我們兩人唱兩柱 這樣唱了三個月 結果我沒有領到錢 為什麼 難殺呢 不知道啊 看小孩子吧 給你一個工作說 有吃有住 其實就很好啦 還有什麼薪水 也許是這樣 人家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也是 也大概 沒多少人完全領到薪水 但是他們都懂說 要時常去借錢 我小孩子我就不會借錢 所以我沒領到薪水 那一直沒有錢喔 沒有 我不會借錢 所以也沒拿到錢 然後最後我已經三個月了 我真的想媽媽想家了 所以我就寫信 媽媽媽媽媽媽媽 快點來幫我要兩個拳拳 沒有啦 沒有 我沒有 那小學畢業可以寫信了 可以寫得很好了 對 那後來媽媽有來接妳嗎 有 有沒有幫妳跟團長說 那薪水總要多少付一些吧 好像團長有答應要給 可是還是沒有給 沒有要到 後來媽媽覺得說 反正算了 小孩子嘛 然後帶我回家 那個年代 妳那個時候 又年輕又可愛 媽媽有跟妳檢查說 妳有想怎樣嗎 沒有啦 沒有 媽媽對我很放心 而且說實在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在那裡真的碰到 都是很好的哥哥姐姐 都是好的 對 因為裡面男生比較少 女生很多 那當年的少女時代 很小啊 對啦 還很小 妳只有唱梁柱 妳沒有跳舞 我沒有 我沒有學那個耶 妳就只表演一首梁柱而已 梁柱十八相送就很多了 兩首輪流唱 我還要跟她拖子 妳也沒有 妳也沒有 是… 而且… 而且… 對啦 而且人家還幫忙… 這個槌蓮妳想知道嗎 團長槌蓮 不是團長嗎 是…不行… 不行… 一顆我去吃飯 又吃三碗 你知道嗎 沒有那麼多 好吃喔 吃兩碗而已 還有… 一片草原 一片的田地 塗到有一棵樹 好 來…我們就來請教佑浦老師 什麼樣的女人 從小比較辛苦 容易 因為這四個字是相當的命苦的 真的 你說早年不好 還是有小case 這顛沛流離表示是非常嚴重的 在我們八字來講 通常是年月日食 通常年月的地支蔥 就表示說小時候不好 但是要到顛沛流離的話 它不是只有地支蔥 天干也要蔥了 就年的天干地支 跟月的天干地支 年月都蔥才代表說 早年小時候容易發生這種 顛沛流離 居無定手 四處奔波流浪這樣的事情 是這個不分男女 對 當然不分男女 但我當然主要是以女人來講 是… 但男女真的知道這個可能 你那個八字 你拿去摸桌 好 再來 然後這個我現在就列出來 就是我們一定要看 剛剛講要年跟月 年是老鼠的話 月要五月 但是剛剛講過 這個只是地支 老鼠生肖是年 月份 年月地支蔥不算 還要年乾跟月乾也要蔥的話 這就限定了 是民國十三年次的老鼠 跟民國六十一年次的老鼠才算 其他的老鼠不算 是… 那民國十三年次的… 只有這兩隻 十三 六一 那下去 七十三也是啊 七十三也是天干地 但是七十三應該不會的 因為時代不同 到七十三年次出生的小孩 就很容易 不太容易遇到 這時候就算說他家庭不好 可能有社福團體 政府也會去支援 不會那麼苦 所以這個限定是老鼠要… 民國十三年次跟六十一年次 其實六十一年次已經也不會了 然後要五月 這個時候排出來 如果會八個字 它是天干地支 年月全部蔥的 八個字通 所以早年會發生這種現象 如果這個時候 時間再加上 子時這個又再蔥了 等於是年月日時 日沒有了 全部都蔥的話 它就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對 家裡就在苦了 還半夜十二點要出生 去哪裡找醫院 那時候真的 在那個早年那時代 所以這是幼年輕寒 其實我這個等於要相比 上面這個還好 因為幼年輕寒 有家人在一起 至少家人父母親帶著 常搬家 居如定手 一年搬十二次家也不定 不然的話有奶奶 或者是哥哥 姐姐照顧 好 那另外一個生肖 是熟兔的朋友 一樣的它的月份也是一定要八月 但是這個也是只有地支蔥 還要再年天干的話 是民國二十八年次 跟民國四十年次的兔 才有這樣算 這個時候才會天干地支全蔥 然後再加上時間 再來卯食生的話 很容易就發生像這樣的命運 那現在更慘的 這只是說家境不好 隨著家人跑 這個是可能父母親跑掉了 或者父母親不在了 或者送給他做養子養女了 根本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的 這才更可能叫破阻離家的 這種我也是列出兩個生肖 一個是屬狗的朋友 一個是屬雞的朋友 但是月份也是要看 狗是農曆的三月 雞是農曆的二月 當然這時候我要強調 這個狗只限定是民國二十三年次 跟民國三十五年次的狗 那這個雞是民國三十四 跟民國四十六年次的雞 然後要配上這個月 這時候才會完全符合在巴士上的 年月的天干地之全衝 這個大概以年齡來算 現在大概都做阿公阿嬤了 差不多了 因為年輕的同樣就算 遇到這種狀況 比較不容易在這個時代 現在小孩是少 你不會去送人 或者不會說跑掉 就是你在家也不會說 全部就不要了 還是會跟著去 比較不容易發生 如果再加上時間的話 那狗是虛食生 那麼雞是有食生的 這正是從整個巴士是一片 就是他就是要這樣幼年 容易發生這種顛撇流離的現象 那下面我要提到一些 就是說一個人小時候 顛撇流離並不是說很可恥 這是家境的關係 你只要說遵守一些原則 他以後還能夠在東山再起 或者能夠再翻身 所以我特別提出來這些 你有一些行為的禁忌不要犯 犯的話 你繼續下去都不會有好運 好 第一項就是說 你再不會 不可以將誤會的物 扔入火裡面 例如說 不可以對火裡面吐痰 大小便丟進火裡面去 骯髒的東西丟到火裡面去的話 因為火是火神 火神是一種光明 是一種保佑 有人甚至是拜火的 你不可以去冒犯這個火 不要對人對門 這人是對任何人 對任何門 這個啊 還有對任何的墳墓去便利 這不能隨便尿 你有尿 這真的不可以 好 下面第三個 這個比較特殊 如果是狗試過的 狗那個試過的水洗浴 這不是指池塘或河流 河流當然狗也在去舔 我們是說整個大臉盆 整個大臉盆 通常狗去試過 就去舔過的話 那個水你最好不要去洗澡 不要再用了 因為那個水已經 表示是畜生在用的 這是一個經濟 那我家裡洗碗的那塊菜瓜布 是人畜通用的這樣 沒有 不行 你家不是這個 你用來吃大好吧 就是你晚餐就跟他們一起吃 就好了 保陸 西沙 好 第四項 不要砍這個獨棵樹 就是我們到野外去 因為它流浪嘛 流浪到外面去 從來有一片草原 或一片的田地 塗在有一棵樹長起來 那棵樹最好不要去動它 不要把它砍掉 因為你要講一片原野 一片草地 怎麼會有一棵樹在那裡 可能是風水的問題 還有可能那棵樹一定有什麼 零幾乎在上面 好 再去第五項 不要用腳踩五穀 真稻米這些 你不要腳去故意踩它 好 第六項是 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裸落身體 這游泳當然沒有關係 流落那個 或者很熱的時候 脫起來擦汗的沒關係 我就是平常 你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光著身體 好 這一般人 可能在日常生活 你要注意到的 不要倒塊 毒塊跟敲塊 什麼叫倒塊 我們吃飯一定是這樣 你不要倒過來 除非你幹嘛夾菜給人 不好意思 就講一下 但是你不能說整個吃飯都是倒過來 一定要這樣正著過來 倒過來可以看到 這邊粗這邊細 我們一定是這樣夾 你不可以這樣子夾 從頭到尾這樣吃 這非常不禮貌 老師 還有人根本不分的管理 一正一反 隨便拿起來隨便用 非常不好 這已經屬於也是這一個了 對啊 還有毒塊 就吃飯的時候又一隻筷子又抖了 抖了 抖了 魚丸 這個是敗家的行為 不然就是敲塊 敲塊就是整個 這是乞丐的行為 乞丐的行為 乞丐的行為才會拿著筷子在敲 敲 敲 敲完筷 這個是不好的 但有些事尤其覺得有點懸 我們還是相信他嘛 寧可信其有 不要信其無 好 謝謝老師 錢都用在 就反正我交給媽媽 我從來不過問 媽媽都交給哥哥做勝利 那可能我哥哥就是 心太大了吧 野心太大了 就一下 來 剛才孟美姐是家境清寒 然後自己有興趣想要當歌星去唱歌 接下來林弟姐不一樣 是家裡是大小姐 大小姐不在家裡享福 你也趴趴走 也出去跟人家比賽唱歌 對啊 小孩子不懂得害怕 然後就笨笨的唱嘛 自己也愛唱 你那時候都唱哪一首 為了以後好像要去考歌星證 然後去學那個杜鵑花 什麼藍天白雲那種的 杜鵑花 那種歌 那個叫做淨化歌曲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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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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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好姑娘 謝謝… 是… 然後就小孩子嘛 你只能唱那些歌 那我媽很喜歡給我唱一些 可能大人喜歡你唱一些 那種有感情的歌 什麼叫我認識你啊那一類 對… 那妳去比賽都穿什麼 禮服都媽媽準備好了 對…媽媽都幫我做禮服 然後自己訂亮片 訂得跟… 把我打扮成那個 好像芭比亞娃娃一樣這樣子 芭比亞娃娃娃一樣這樣子 芭蕾舞鞋那個硬鞋 哇 抱著睡覺啊 太寶貝了 太寶貝 那個斷了你知道嗎 好漂亮 然後又給我… 不是…所以林姐 你們家其實從小 你在小時候其實家境還挺好的 不是挺好 但是過得去啦 這樣子 那因為家裡少…人少嘛 就我跟哥哥兩個人 所以媽媽讓你去 這一些歌唱比賽什麼 其實不是奢望你去賺錢回來 不是… 她只是喜歡把我打扮成 很漂亮 很可愛 小公主 對 這樣子 那妳唱歌都有贏很多獎品喔 有…小時候我記得 那個景期也就算喔 一些什麼電鍋啊 棉被啊 那種絲被有沒有 小時候有絲被好了不起喔 還有那個…電鍋啊 那都很了不起 然後都帶回家 好多家電用品啊 就這樣贏回來 對 贏回來 然後那個冠軍杯 都跟我人一樣高了 好好玩喔 真的 那後來這個唱歌 那時候得到獎品啦 錢啦 妳全部都交給媽媽 哇 好棒喔 都習慣了吧 小時候反正都是媽媽在打點 我記得…我記得啦 我出社會之前… 出社會之前 我都還很依賴媽媽的 就反正我穿哪一套衣服 都還要媽媽幫我配著這樣子 非常依賴 所以就從小就是只付著唱歌 其他全部都是給媽媽 讓媽媽安排 對 讓媽媽安排 對 媽媽安排 妳個人就是長大之後出社會之前 有印象大概賺了多少錢嗎 我也沒印象賺什麼 大概多少錢 我有出國去演唱過 哇 然後回來 反正我就是賺多少 我就是給媽媽這樣子 那後來媽媽有沒有幫妳存起來 我不知道 有買房子應該有吧 對啦 那應該就算是了 房子有沒有妳都不曉得喔 房子那麼大洞 就有買啊 後來又賣掉啦 這樣子啊 錢都用在… 就…反正我交給媽媽 我從來不過問 這個錢放在哪裡 那個錢放在哪裡 從來不問的 是 後來媽媽都交給哥哥做生意 因為媽媽的觀念就是 就是男生嘛 那男生他要做生意 你幫他這是沒有錯的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子 那可能我哥哥就是心太大了吧 野心太大了 那就一下子弄太大了 然後就垮了 也被人搗毀那個時候 然後自己也很義氣 就要… 把那幾咖自己撐下來 就撐不下 一定撐不下來的嘛 結果搞到最後公司也垮了 然後房子也賣了 我要賣的房子很心疼 因為我另外有一個 在南映東路那邊 有一個小的房子 那我媽就說要賣 我就…我就哭了好幾天了 那後來又沒有辦法 那你沒有還的話 或者那個房子還有房貸 那如果沒有還的話 人家要來拍賣很難看的 那後來我們就說 好 那就…就賣掉了 就賣掉了以後我也不問說 到底這個錢怎麼去用 怎麼去運用 我都沒有去… 我都沒有去…去問這些 那直到後來就是… 我哥哥他們自己可能感情也處理得不好 那跟我嫂嫂也就…一人一邊嘛 那留下來兩個小孩 那我爸媽就是… 他們很傳統的想法就是… 我哥哥生了一男一女 那不可能讓他們帶走的 不可能讓嫂嫂帶走 對 不可能讓嫂嫂帶走 對 不可能讓嫂嫂帶走 可是… 他們兩個又沒有辦法去講好 所以… 中間我了解是誰要帶哪一個這樣 那爸爸媽媽不可能讓你誰帶哪一個的嘛 那後來… 我也心疼他們… 因為那小時候都是… 我還幫我那個子女洗過澡 然後我覺得… 我也很捨不得 後來… 我自己也跟我爸媽講說 那…那就… 你要留下來好好照顧 就留下來嘛 是 這樣子 那就留下來照顧到大 那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動擔 又落在你身上了 你該照顧喔 是的 那…那哥哥去哪裡 不知道啊 什麼不知道 到現在也… 反正就是… 他讓… 他要讓你找到 他也許他就接電話 他不讓你找到 他不接電話你就… 啊… 所以你知道後來就是 爸媽跟你還有小朋友 就…你們住在一起 對 就孤孤來養 然後哥哥就… 就…就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這個姑姑 現在就是身兼父子母子耶 是不是這樣講 可能還好耶 因為我沒有小孩嘛 所以你孩子現在養到多大了 現在已經… 一個已經出社會了 然後另外一個 已經也快大學畢業了 還有半年 棒喔 你好厲害 那因為… 自己老實講 自己父母親這樣子 你再放下那… 那…那… 那誰照顧他們 是 你總不可能… 把他交給社會局或什麼嗎 他… 這樣很慘嘛 是不是 我跟你講啦 一個家庭裡頭呢 有那個白雞啦 不孝子啦 一定有出一個好路 像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為家人付出 要扛起這種一間重擔 其實我… 其實我… 可是… 扛起來是扛起來啦 有時候就人扛起來 當然也是… 但是總是要有一點… 有一點安慰吧 是啊 那…那我就覺得說 父母孝順他是應該的啦 是 我也甘之如意嘛 是 那…但是做中間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 觀念啦 我也覺得要跟… 不然的話 就是不應該 所以你們家爸媽非常重男輕女 他們是很疼我 非常疼我 從小就很疼我 但是我覺得觀念 有時候 該說出口的 他就是… 他就是沒有說出口 你覺得媽媽… 喔… 你希望媽媽跟你… 就… 就秀秀一下 要… 爸爸媽媽都沒有給你秀秀嗎 他們…我不知道耶 他們的方式 我感覺不太到 這樣 那我… 後來我也算了啦 因為… 這父母親嘛 這麼多年來 你有試著跟父母… 跟媽媽講過這樣的話嗎 有啊 當然有啊 講什麼 你跟媽媽講什麼 那就是說 那…我這麼辛苦 難道不應該嗎 你不應該給我一句 就是說安慰的話嗎 你總覺得 兒子… 他就比較辛苦 他說失敗了 意思是說 你幫他也… 也是OK的這樣 那你是用什麼口氣跟媽講的 其實我也不應該啦 因為… 不好的口氣也有過 那… 後來我就… 我再怎麼樣不好的口氣 我也都… 我… 我…我認為我這一輩子 是來還債的 我這樣認為啦 那所以… 算了… 就算了 就這樣 爸媽現在在… 他們身體不好 那我就是… 也買了個房子讓他們住 那… 所以有些時候… 讓他們住 那小朋友呢 就是住在一起啊 那他們跟爺爺奶奶住 那你現在自己住 對… 那像… 其實像我公公婆婆 她也… 很好 她就說 你… 你就跟我老公去大陸嘛 這樣子 對… 那我說… 那我過去了 那誰照顧爸爸媽媽 那她… 當然他們回來 我也要… 負一點責任嘛 那我都離不開的 這一點我都… 對… 欸… 怎麼… 男生比較容易… 放給我了 真的 那女生為什麼就放不下 我不知道也許是男生 他有考慮什麼吧 或者考慮很多吧 或者是說面子問題吧 什麼的 其實… 我相信全天下的女兒 都很願意為家人 能做就盡量去做 但是… 大家在辛苦的時候 內心最需要 一句話的支持的時候 其實… 真的就像林立姐講的 應該要跟所有的爸爸媽媽講 一個擁抱 或者一句辛苦了 其實這個女兒 我跟妳講 做牛做哪一輩子 她都沒有怨言的 其實… 女兒就… 就好像老婆一樣 真的… 一直要給她一句 你辛苦了 她這真的是 做… 做死了都願意 是… 精神界 你辛苦了 去買單 當然大家都有… 有問題 但是應該… 問題出自最大的 還是我自己 怎麼了 因為17歲太小了 完全… 不曾去想過 想都沒有想過 當人家媽媽… 瑞光老師 我們馬上做一個塔羅的占卜好嗎 OK 辛苦了喔 謝謝… 辛苦了喔 很慰言喔 你要去買單就對了 好 OK 來 要測什麼題目呢 現在不告訴你 憑你的直覺 在這裡 1 2 3 4 5 選一個號碼就好 直覺喔 好 來 直覺 4 好 孟妹姐 我要選3 確定 確定 OK 好 來 3好了 我選5好了 唉唷 還好你們這些命苦的 都沒有幫我的號碼選擇 我要選2 2號 我選1 好 OK 這個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題目是 我的付出 能夠得到什麼回報 你知道嗎 我不想面對 不想面對 有的人好像很輕鬆 就得到很多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跟這個林蒂姐一樣 付出了很多 我連一句謝謝 我都得不到 甚至呢 付出了很多 有可能呢 還很辛苦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來告訴你 你的人生當中 或者是這樣子 我們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最近呢 很想要做 達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這個題目呢 設定說 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付出了 我那件事情 能不能夠得到回報 那當然你如果想要 更常時期的來看 你就說 我這個人生 我這麼努力 這麼認真 我到底能夠得到什麼 好 OK嗎 那我們就揭曉答案了 好 我們從五號開始來揭曉好了 這一張啊 是全杖六 這一張呢 是勝利牌 你看這裡有一個將軍 然後旁邊呢 有很多的隨從 他剛剛是打仗 而且是凱旋歸來 打贏了 打贏了 所以呢 選到這張牌呢 你會回報 你的回報是什麼呢 戰勝敵人 突破困難 這個其實這一張牌呢 代表你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鬥志的人 所以呢 不管你的人生當中呢 你遇到了什麼樣子的困難 經濟上的啦 事業上的啦 人際關係的啦 家庭的呢 你就是有一種 不服輸的念頭 是 像王老師是金牛座嘛 比方說土香星座 比較有毅力啊 我就是不能夠認輸啊 我就一定要贏啊 我就是絕對不會被打倒 像呢 有這樣子的意志的人呢 他到最後他會突破他的困難 來 你的分數呢 是70分 一定會贏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金淳姐一樣 選到的是1號的話 你的付出 到底能夠得到什麼回報呢 來 這一張牌 是錢幣女王 這個錢幣呢 你就把它想 他就拿著他的那個帳策啊 是拿著他的存折啊 或是拿著他的算盤計算機啊 在那邊算錢 是算夠不夠富是不是 這個就是算賺了多少錢啊 財氣 凝聚 舒適 豐盛 這個人都得到的報告呢 是跟金錢方面有關的80分 好 那我就 覺得很安慰耶 努力賺錢 然後努力的學習存錢 學習怎麼投資 學習怎麼買房 其實呢 會賺錢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爸爸媽媽小時候都告訴你說 你要努力賺錢 但是爸爸媽媽可能很少 會跟你講 你要好好的學習